这个地方我们用偏移 那偏移的话呢 偏移多少 偏移15 Enter 把这个地方呢 把它这个偏移出来 15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还需要再画一条辅助线 那辅助线的话 从这个中心点 过来之后的话呢 拉水平 那因为我要用切切切 三切圆 所以三切圆的话 第一个呢 先画出一条线 那这个线的话呢 我把它换一颜色 换黑色好了 比较看得清楚 再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要再把这一条线 做什么动作呢 做一个旋转 因为我必须要有 第一个切边有了 第二个切边 还有第三个切边 就是往上 旋转 那这边注意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侧点的方式 直接在这一条线的这个端点 点一下 红色按右键 接下来的话用旋转 旋转要几度呢 这边一个角度 那当然呢 你直约是360除以28 可是如果你直接给他360除以28的话呢 他能不能接受呢 Enter 不行 为什么 因为这里不能用除的 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角度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你可以用我刚刚所讲的 你先在计算机里面算好 360除以28 按套用 这个时候呢 结果就会 他会帮我们把它套用在哪里 套用在这个数值上面 直接按一个Enter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下面哦 按套用之后呢 底下就会有一个现在的角度 这个就旋转的角度 那当然哦 这地方刚刚还要再按一个C 我刚刚漏掉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在 否则的话呢 他会跑再一次哦 这地方先选他 点一下 按 这个侧点按右键 再来就是旋转 旋转的角度的话呢 CEnter 先给他CEnter 然后呢 可以利用这个计算机哦 往上面找 这边 计算机 当然每一个版本几乎都一样 上方都会有计算机给你用 360除以28 然后按套用就可以 套用之后再按Enter 那这一条线就产生 产生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用切切 三切圆 所以这边圆的地方有切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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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切出来了 用Enter 切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两条辅助线 把它给删除掉 那删除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这地方哦 最后这里 我们再做一个环形阵列 就是直接刚刚是讲到这个地方 画一条线过来 让它切切切 一条辅助线 然后呢 这边的话 再画一条这个线 再用旋转的方式 去画这个线段 颜色把它改一下 那旋转呢 就直接这边 点一下按右键 旋转 旋转先 CEnter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用计算机 直接就可以去计算 360除以28 然后直接按套用 Enter 这边就一条线 再再切切切就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利用这个圆 我们可以用这个地方 一个环形阵列 直接环形阵列 环形阵列的话呢 总共就是物件已经选取 中心点就是选这个圆的中心点 总共28格 按一个确定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就会全部都出现 不过刚刚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线段 可以先把它移除掉 否则会出现刚刚那个状况 这一次 直接就是这样子 28格 按确定 那这样的图形就出现 出来 再来的话 最后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作业绞交 那绞交的话 当然 如果每一个人长 就是图档 都长一样的话 那感觉就 虽然说图画出来 是大概一样 可是你可以做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第一个 像标注的话 你可以把颜色改一下 比如说 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新增涂层 那涂层的颜色 我有讲过嘛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新增涂层 涂层 比如说我今天 标注的部分 我可以用红色 那标注部分的话 当然你可以直接在这边 进入这个图层管理员嘛 那如果你要新增一个图层的话 就直接在这边 按一个新图层 那图层的名称 你可以随便给它一个 比如说1好了 就是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制定 那颜色的话 你可以点它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产生一个 红色的图层 那你可以在这边找一个 红色的按一个确定 那以后的话呢 这个图层 就这个地方按打勾 打勾之后就会有一个红色图层出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标注某一个尺寸 假设这个圆 我要在上面做一个标注的话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做一个这个 比如说它的这个半径 比如说标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标注出一个半径出来 半径就可以标注出来 那就没有红色的 那这个色彩 我想没有固定的这一个这个模式 颜色的话你可以去制定 也就是说 里面的颜色可以制定之外 那外面这个这个 就是说其他标注的颜色 甚至上面的点 你要不要加入一个 那这个字的话你可以在这里 比如说打一个这个用那个A 这个工具有没有 这边有个A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就可以打字 那看你字要打在哪里都可以 比如说这个地方 像我们题目里面有那个ABCD 你要在这边输入文字 我前面有讲过 那你就可以直接输入 甚至你要输入你字的名字都可以 像这边的话 制作 直接可以输入文字都没问题 那再变换一下你的那个字型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美化方式 几个地方 特别注意就是说 第一个是颜色稍微改一下 第二个里面的那个比如标注的方式 加一些标注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打上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那最后再填充一些颜色 那填充颜色就我们可以用前面所教过的 有一个叫GD的指令有没有 GD Enter GD Enter之后特别注意 这边就有颜色嘛 那我希望每个人的美感都不一样 每个人填原颜色不一样 反正你就把它当成小画家一样 来填颜色就对了 那颜色的话 因为它是漸层色嘛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可以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 这边有好几种颜色啦 它预设是蓝色的 那比如说你比较喜欢别的一种颜色 你可以随便点一个颜色 然后再按一个确定 这边就会变换一个颜色 另外底下还有由左到右有没有 然后呢是两边中间 那这个是环状 那你可以自己去选一个样式 比如说你点中间这个好了 按这个地方 然后你点加点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针对这个圆 去做填充颜色点一下 好按一个Enter 那这边再按确定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没有 它就填充一个色才出来了 当然你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刚刚我们做的 比如说你已经填充颜色 假设说你全部都要同一个填 同一个颜色的话 是建议你先在做环形正列之前 先填颜色 再做环形正列 不然的话你变成说 如果你在环形正列之后再加颜色的话 那变成你还要重新再填一次 比较麻烦 那其他的话像这边也是一样 像GDEnter 比如说里面的颜色你也可以改一下 从这边稍微去修改颜色 按确定 然后点加点 比如说加在这边好了 按一个Enter 那我希望这个地方换一个好了 由内而外好了 甚至这个角度都可以调整的 它有很多角度可以调整 90度 120度 比如说调120度之后的话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填充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颜色出来 就是把它变成彩色就好了 那变成彩色之后呢 最后就是要把那个图形照相下来 存成一个图档 因为最后我希望最简单 我们也不要太复杂 就把这个图档放在PowerPoint里面播放就好了 最简单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给那个陈伴仁 他给他一个CAD档 我看他也可能这个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他也开不起来 因为你给他CAD档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去哪里 生一个AutoCAD的环境去开启 那到时候播放的时候也不好播放 AutoCAD的图档 你总不可能找一个人专门在那边站着 然后有人来看的时候 你打开给他看这个图档 专门解说很麻烦 倒不如我们就是把图做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这一个图档 那这里的话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图层 不一样的图层你可以从这边新增图层 然后更改这个颜色 所以你会发现这地方有非常多种颜色 可以让你去改 那图层的名称你可以制定 比如说1234567 其实如果你的名称图层名称不复杂的话 给他阿拉伯数字也无仿 然后给他比如说红尘黄绿蓝电子镁 七种颜色都够了 反正但是也不要太花 太多颜色 不然看起来也是很奇怪的 好 那这是第一个就是颜色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说里面填充颜色 那这主要这两个 最后再加上你的名字 好 把画面切换给各位 对哦 刚好我可以问一下 对 我刚刚的演示啊 我曾经有一次